美帝骑士千万见 醉子醉奇听我念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董乐 一个听懂听不懂都要假装懂了的正经女主播 欢迎来到今天的美帝奇闻榜 奇闻榜 第一条 第一条 今日份最奇葩 目瞪口呆 救星官死亡率 特朗普给记者上了奇葩一课 欢迎登陆今天的特朗普小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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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说呀 昨天特朗普在白宫开了个记者会 再次给记者上了一课 为啥我坚持认为美国 特朗普怎么说 特朗普怎么说 让我们且来听上一听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 特朗普认为美国的新冠肺炎死亡率低到在全球相当有竞争力 只见身着红色领带的特朗普 指着图表认真地解释道 根据我的政府计算 那么美国也会有10万到24万左右的死亡人数 但是如果做的一般就会有150万到220万的人 你看美国现在的新冠肺炎死亡人数是19.7万 所以说嘛 这特朗普总统的言下之意便是 他的工作是做 这19.7万人是在 第二 如果把那些由美国民主党控制的州 就是所谓的蓝色州 极其严重的死亡率排除在外 只看由他所属的共和党控制的州 只看由他所属的共和党控制 那么美国的新冠肺炎死亡人数 就在全世界属于非常低了 然而事实是怎样的呢 华盛顿邮报这么分析说 华盛顿邮报这么分析道 早期死亡人数的激增 早期死亡人数的激增严重 偏重于在2016年投票给希拉里克林顿的那些蓝色州 特别是纽约和新泽西 在4月份的时候 每天都有数百人死亡 迅速的增加了美国的死亡总人数 但是呢 随着时间的推移 蓝色州的死亡人数 占总死亡人数的死亡 发生在蓝色州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47%发生在红色州 换句话来说 红色州有9万多人死亡 退一步说 咱们再退一步说 如果T州的死亡人数 把这9万人当成 把这9万人当成是美国的总死亡人数 那么这也是全球第二高的死亡人数 仅次于巴西而已 红色州和红色州的死亡人数比例 会发生变化 因为呀 大多数新发生的死亡 都发生在红色州 让我们再次来总结一下 表的这个观点 特朗普之所以认为 特朗普之所以坚持认为 特朗普之所以坚持认为 不断宣称 美国的新冠肺炎死亡率 在全球非常低 第二条 今日粉最吸睛 特朗普说呀 国会大厦骚乱前的集会 是爱的盛宴 欢迎登陆久违的特朗普小剧场 前总统特朗普2月28号 晚间的时候接受采访时 为自己对1月6号 国会大厦骚乱的反应 进行了辩护 并称 他事先发言的集会 是一场爱的盛宴 据国会山宝报道 特朗普对媒体表示呀 有大量的人参加 并不是指国会大厦 我说的是集会本身 那是一场爱的盛宴 那是一件美好的事情 但是他同时也表示 他讨厌看到国会大厦 发生的骚乱 并称这一事件是可怕的 他还提到去年夏天 种族正义抗议活动 称 似乎没有人对此感到烦恼 特朗普还表示 他希望在集会前 向国会派遣1万名 国民警卫队队员 但是听说 国会的领导层拒绝了 因为这看起来不太好 据悉 特朗普在骚乱发生前的集会 敦促数千名支持者 在国会山游行 并向议员施压 要求他们不要认定拜登胜选 他告诉支持者 当天要显示实力 否则就有失去国家的危险 特朗普当时是这么说的 你永远不会以软弱 收复我们的国家 此外 特朗普在骚乱发生后 当晚表示 他立即部署了国民警卫队 和联邦执法部门 保护国会大厦 驱逐入侵者 然而 美联社的事实调查发现 这一说法是错误的 据美联社报道 虽然特朗普在骚乱发生前几天 参与了有关国民警卫队应对的讨论 但是他没有参与当天的决策 国防部官员也表示 他们当日没有和特朗普通话 第三条 今日份最奇葩 这医生边做手术 边参加视频听证会 连法官都懵了 美国大加州一场交通法庭听证会上 出现了极其奇葩的一幕 一名诊型医生出席视频会议的时候 竟然还在给病人做手术 这令与会者大吃一惊 法官认为这是不合适的 立马就推迟了庭审 据BBC新闻报道 这名医生的名叫斯科特·格林 今日出席了一场视频听证会 他当时身穿手术服 站在手术室里 视频中还能听到手术器械发出的声音 当被询问 在手术室里是否可以参会时 格林答道 是的 我可以参加 请继续 他表示 当自己需要发炎的时候 另一位在场的医生可以接替他做手术 这令与会者大吃一惊 法官认为这是绝对不合适的 于是就推迟了庭审 加州医学委员会表示 将对这一事件进行调查 并且强调 希望医疗行业从业者 能够遵循职业操守 妥善对待病患 第四条 今日份最残暴 男子据戴口罩被劝阻 竟在高中掏枪杀警察 今日 大美第一名男子拒绝佩戴口罩参加比赛 在被一名警察劝阻之后 这名男子竟然偷出手枪将其射杀 据每日邮报报道 路易斯安纳州38岁警官下士 马丁米切姆 在为一场高中篮球比赛提供安保服务时 被枪杀 现年35岁的约翰·沙勒霍恩 被指认为犯罪嫌疑人 当地的警长称 初步调查显示 沙勒霍恩拒绝在场馆内佩戴口罩 并与工作人员发生了争执 在米切姆试图将沙勒霍恩护送出大楼时 沙勒霍恩开枪杀害了米切姆 沙勒霍恩当即被逮捕 枪击事件发生以后学校已经封锁 比赛也被取消 新澳梁警局在声明中表示 他们于26日下午6点左右接到报警电话 随后到达现场 他们发现米切姆胸部被枪击 米切姆被送到新澳梁的大学医学中心后 被宣布不幸死亡 以上呢就是今天的美的奇闻榜全部内容 刀刀刀刀刀刀比刀 刀完今天刀明天 我是你们的董乐 明天的美的奇闻榜等你来哦 请不吝点赞 刀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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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